早8点,埃格努传会消息,意大利慌了,球迷期盼的事情来了 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的小明聊球,我是小明 在视频的开始呢,还是烦恼各位喜欢中国女排的球迷 给小明的视频点点赞,点点关注,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中国女排最新情况 大家都知道中国女排在结束完保加利亚战之后呢 也是没有过多停留而是前往总决赛比赛季土耳其安卡了 可以说随着中国女排前往比赛季呢,作为中国女排来说 我们期待能够在本次总决赛中啊,有获得表现 在之前的抽签仪式,中国女排也是出到双上千吧 整个上半区呢,整体实力啊,偏弱 不管是意大利女排,还是土耳其女排,我们都是机会过的对手 虽然说在最近几场比赛中,意大利表现非常出色 他的几个主力球员相继回归之后呢,整体的战绩啊,上升不少 但是呢,我们在心理上也是占据优势的 在之前的东京奥运会中,中国女排也是曾经级别过对手 可以看出呢,作为中国女排来说,我们对于意大利呢,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我们期待呢,中国女排能够级别意大利队 作为意大利的绝对核心,第一球星埃格努他的一些动态啊 让他的球迷比较关注 就在之前呢,作为埃格努来说,他也是传出了坏消息 什么坏消息呢,因为作为意大利来说 这个时候应该是积极变战的时候 但是呢,埃格努呢,却意味着给自己放了一个价 在之前的探视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发布了一张图片 也是有朋友一个游玩的图片 作为总结赛马上就开始了,还有两三天的时间 如果你不去积极的备战 作为意大利女排来说,确实是慌了 因为作为图号球星 这个时候应该去积极的备战 积极的训练 才能够在比赛中啊,打出好的状态 而比赛连进 作为埃格努来说,他却一直在游玩 对于自己的一个整个状态啊,可能调整不起来 所以说作为蔡边来说也是非常高兴吧 我们期待呢,中国女排能够抓住本次一个优势 积极的训练 在比赛中能够击败对手 作为球迷来说,现在的事情是来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目前来看 虽然说意大利几个核心回归 但是呢,通过目前来看 他们给自己去放假 到了真正比赛的时候啊 自己的状态能够有多少 确实是一个未知数 我们希望蔡边能够抓住机会 争取能够击败对手 进入总决赛吧 好了,欢迎观看本期的小名流球 下次再聊